葡萄酒成为世界首要酒品的原因 说到葡萄酒,你对它的印象如何? 你肯定不知道葡萄酒已经存在了七千年左右 我们总能在大量的壁画、纸缩草纸、石板等中找到葡萄酒的痕迹 历史学家普遍认同葡萄酒起源于高家所趋的山脚下 葡萄酒随着移民进入中东 苏美尔人把它带到了古代的两河流域 后来又把它引入了尼罗河到波斯湾 那时候葡萄酒还没有现在制造方便 他们是用陶罐酿造的,保存时间有限 还有一个国王和爱妃的传奇故事 因为国王很喜欢葡萄,但又不想让别人知道 就偷偷把葡萄装在一个罐子里 写了毒药两个字贴在罐子上,方便他以后享用 有一天,一个失宠了妃子因为得不到国王的宠爱 整天郁郁寡欢,想寻死 看到罐子上写着毒药,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结果妃子喝得满脸痛红 国王看到他珍藏了这么久的葡萄不见了 非常生气,没想到看到旁边的妃子喝了葡萄酒后 更加妩媚,非常喜欢 于是妃子又受到了国王的宠爱 葡萄酒因此成为爱情毒药 在历史上,葡萄酒确实是深受人们喜爱的 人们每次演行时候会戴上葡萄酒 随着城邦的繁荣,原始的农业不落变成了城市 而后来的希腊人为了扩张自己的航海野心 把葡萄藤带到了意大利和法国 葡萄酒在希腊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至今,葡萄酒和橄榄油仍然是希腊的两大重要出口商品 罗马的扩张比希腊更加猛烈 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帝国 将葡萄树种和酿酒技术的知识传播到了地中海 军队所到之处都种下葡萄苗 甚至整个欧洲大陆 蔓延到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区的盆地 自17世纪以来 这些地区仍然是重要的葡萄和葡萄酒产区 中世纪以后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 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地区的基督教修道院 详细记录了葡萄收获和酿酒的过程 哪些地方适合种植葡萄 哪些葡萄品种适合种植 葡萄酒也被广泛用作大众的必需品 因为当时的环境中没有大量的饮用水 战争对土地和水源的破坏非常大 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再加上战乱带来的瘟疫 饮用水很难保持完好 并且葡萄酒有一定的酒精含量 可以杀菌、易于保存 可以解决水源问题 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必需品 那时教会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 很多大地主认为功能性的土地是对教会的一种救赎 教会也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土地 这就是证明的圈地运动 现在法国这名产区博耿地也是受益于此 博耿地产区的科东查理曼顶级葡萄园 曾是教会产业 15世纪末 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船队的司机 把葡萄带到了南美 法国人和英国人踏上了北美的土地 把葡萄树带到了这里 直到17世纪 荷兰才在南非种植葡萄 18世纪末 英国人在澳大利亚种植葡萄树 这是葡萄酒的历史 也是一部活生山的移民史